本節目內容既不構成任何投資意見或購買任何股票及金融產品的邀約 投資者不應只按本節目內容進行投資 財富是靠消息還是靠專業知識 WeChart用最貼的語言和大家意圖論勢增值財富 WeChart節目主持人 周哥 KC 好了 又回來MIHK這邊 今天有個嘉賓 這個不是什麼霸財系統 不是那個什麼小周 什麼Joby 不是他們 今天先介紹一下 農哥 無知古文 為什麼我們這一節會找一個無知古文上來呢 鄧老師 其實所謂無知古文他都很資深 而且看得很深 一連三集 我們就會邀請一些外面的朋友 其實有三位嘉賓我們會邀請來 這些都是挺開心的 都是在MIHK認識的朋友 但是這些人都跟我們說 我們都有涉獵技術分析 看資料 包括有上課 外面的班 聽收音機 真錢推下去 輸到睡不到覺 魚蝦蟹 魚蝦蟹 什麼都齊的 我說對了 我一定要抓每一集 接下來幾集 抓這些人 因為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在面對這些問題 分一下投資經驗 或者他們 為何會做些什麼 而如何燒我的手 然後就可以現在拆解一下 為何要犯這些錯 希望下次不要再犯 或者賓哥 當我和你聊的時候 你最近有很多魚蝦蟹 你可不可以再說一次給朋友 你有什麼經驗 跟大家分享一下 基本上你學炒股票 要交學費 你是做股票的 炒股票的 還是炒其他東西 不一樣的 因為炒股票一定賣 最多是借貨 借孖展 你也不會借到很多給你 跟你炒外幣炒金不是一樣的 炒股票 炒股票 不要說開始 先說結果 是淒涼 開心 以後我不會再碰的 會是哪一類 斬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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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半小時 都是想問股票的話 可以發出號碼 大家最後一字可以和你聊天 上次問我記者 大生銀行那些 今次都可以再問一下 好 繼續回來 斬手指 我問你一個問題 我就不問你為什麼買股票 大家都知道有些錢買股票 有些錢希望投資 希望不要通脹 然後磨掉你的錢 然後就升值 為什麼你又不選擇定期存款 為什麼又不選擇債券 又不選擇股票 債券那些其實那時候 那些是偏一點 房企那些 那些是基金 存款 或者買外幣 買紐幣 歐紐元 基金 為什麼不選擇 要自己落手落腳 自己做功課 自己跟著去找答案 快食糊 賭了 賭了 不要跟我說什麼真值 賭就賭了 你不老實 所以你輸死你就值得 因為你不老實 認識自己 最糟糕永遠都是人和自己不老實 你賭吧 在賭之前 或者這個話題在賭的時候 待會再講深一點 其實一般散戶 應不應該買股票呢 應該 應該 大家不同的哲學 你講你的哲學 為什麼應該 應該是應該 但是怎麼買的問題 應該的原因 也是剛才那些教科書講的 因為你放在銀行 根本上沒有收益 但是這樣講 如果以賭哥的例子 他擺銀行 跟他擺在股市 股市令到他的筆錢輸了 斬了手指 擺在銀行 他起碼 遠風不動 總算沒有利息也好 其實是有傻的 這個有沒有傻呢 跟每個人 他怎樣衡量自己的能力有關 是 一些比較高股自己能力的人 他覺得自己可以操控這些錢 然後找到額外的 income 我們叫做技術的 追尋alpha 是 額外的 一個absolute return 額外的 和你把銀行被動地收息 銀行說給多少就多少 那些不同 或者這類的投資者 他也不會買基金 因為基金是比較淺 基金經濟炒 還有一些人課金說 管理費很貴 現在沒有傻了 現在自己來 也不是實賺的 你價又輸 管理費又輸 我選在他手上 還是選在自己手上 有些就 但我想問 如果你一般散戶都說自己可以 由零變一百 一百變一千 一千變一萬變一百萬 那些做這行的基金經理 那些吃屎吧 那些大佬 有些散戶是覺得自己有權 做基金經理的 是 炒一炒 好 阿斌哥 當初你是否有這樣的心態 都是 考考自己的眼光 跟著信拿消息 信消息 信消息 那些財演那些跟你說 財演那些跟你說 財演那些跟你說 銀行股有得玩 你不就買銀行股 就去買銀行股 他說豪賭股 澳門有得玩 你買澳門股 這個我相信就是 埋下輸爆倉的一個伏線 信錯人 其實你這樣說 如果你不是做孖子 你也不會輸爆倉 你只是信買銀行股 你買任何一隻 最多跌六成七成而已 你沒有理由爆倉 那為什麼會爆倉呢 其實就不是爆倉 自己不輸 就是輸了一個本 然後就未輸到入獄 覺得自己不適合玩 這樣其實都很大壓力 你一開始就要看著 到你收市 又輸 今天 明天會回來 都是輸 這樣 不如這樣輸發 不如不要玩 其實阿斌哥 具體輸了一個百分之幾 其實就不是很多 應該三四十個百分之幾 恭喜你輸了三四十個百分之幾 真的 你輸了三四十個百分之幾 為什麼 你輸了三四十個百分之幾 原來發覺是不效的 而你懂得可以全身引退 其實你的EQ很高 如果我看到這麼多客戶 起碼你不會輸了 爆了再推錢下去再做 還有阿斌哥 你好像說你沒有選擇做孖展 沒有 這個是很聰明的 千萬不要做孖展 尤其是不懂的 做孖展 基本上加速你死亡 因為其實做孖展 到最後 沒錯 升市你當然是開心 但其實你想想 當你配搭了三倍 五倍、七倍、十倍之後 只要市調整百分之十 你就爆了 就是看對的市場也不關你的事 所以很多人輸錢 不是因為輸給市場 不是輸給看錯方向 是輸了是落錯著 這個大家值得留意 至於你問我 能不能投資 其實當然就可以 很簡單 打工仔 每天每個人出份糧 說真一句 今時今日 不過今時今日 十年八載前 你靠一份糧 你怎樣 買田買屋又買地 是不是 叫我小孩子 參加多兩個科學活動 什麼遊樂團 你都 吃一地 是不是 真心說 你不是靠一些積蓄 然後是由錢 一變二二變四 說一句 哪有機會 是不是 反過來 李嘉誠 你猜李嘉誠 你會不會跟你 炒孖展 炒金 炒油 他當然不會跟你做 這麼多錢的人 有人怕什麼 只會怕我的筆錢不見了 所以有錢的 那些大 最有錢的人 反而不會跟你 在那裡賭得這麼厲害 那些人喜歡做什麼 真的買債 真的買債券 就是政府 等於中國政府 什麼都是假的 不想被人少 免得說我 買什麼買輸了 他們想做什麼 就買美國國債 是不是 30年期兩厘 就兩厘 兩厘 都要殺 為什麼沒有風險 就買美金給你 是不是 其實越有錢 你才越不想搏 因為你再輸了 就未必能回到身 年輕人就不是 年輕人輸了 還可以搏 是吧 但是你搏到 你就打了上去 所以我很堅持 其實要賭 一定要趁後生 老子 你沒權賭 其實當天你做了決定 去賭 賭得對 你的起心動念 就是對的 如果不是真的很淒涼 沒有機會 學藝未精 沒錯 第二個問題 就是學藝未精 我們常常強調 不要聽 剛才你犯了兩個錯 第一個就是 聽消息 聽消息 聽財源 聽消息 說真句 有消息 我都要給你 沒有這麼大 這就是common sense 很多朋友 還停留在問號碼 喂 我聽到老闆說 要收夠煤礦 多謝甲成為 聽消息 我告訴你 跟大家講一個問題 先問自己 Who are you 你是誰 你是哪位 為何要給你 是呀 跟你有親嗎 如果我要打樁 我要打樁 我給你 當然散了全街都是 散了全街都是 於不是幫我接火 我也明白 其實那些財源 好像在街邊賣高科技電子零件 很明顯 這些是炸硬的 你去買 其實有些under table 不是under table 至少生費 這些是免得罪同業 其實是有很多 其實不是香港的 全世界都是的 很多是給錢 給很多人 財源 將整個股仔慢慢砌出來 砌到 喂這間公司 還不是怎樣 一定可以 然後最後 整條 全部羽入了網 一抽就幫你抽起 其實是很多 多到不得 尤其是報紙 一講明顯的例子就是金磚四國 這幾個字 是 那幾個國家憑什麼 就是因為金磚四國的錢 全部湧進去 結果一個又一個 掉下來了 所以金磚四國的字 沒有吸引 他們包裝出來 聽到金磚四國 包裝得挺好 金磚四國 我還不買金磚四國基金 你知道嗎 剛才說過那些投行 什麼金磚四國基金 多少金磚四國基金 全部都收皮 沒有人看了 現在 是不是 我就知道 誰要提 金磚四國 是不是 所以這個教訓 就是告訴你 接下來的一帶一路 那些看路 你真的是 前居可鑑 知不知道 收不收到 再炒什麼一帶一路概念 那些 我已經不是不愛國 也不是什麼 這些事 說到國家機密 總之這些經驗 又放錢落你的袋 金磚四國 一帶一路 記住 其實 什麼自貿區 是correlated的英文 其實是有關係的 那些還有大陸的什麼自貿區 大家也要小心 是 自貿區 在上海有特地 一家公司將會在上海有特地 接著發展什麼的 看路 那些 其實這些 就是要矯正大家的心態 沒錯 聽號碼是一件好事 他最初一定會給你甜頭 聽號碼 因為聽了一次兩次 你相信了 第三次你一定會相信 第三次最重要的是什麼 因為頭兩次你贏了 做了股神 那你給你的朋友的時候 你三次給不就很帥 嘩 你還不是股神 那你給朋友的時候 接著就幫你 找越多人回來 第一次給你甜頭 其實糖衣毒藥 接著那些真的很糟糕 這就是 亦都需要敬戒一下 譬如 你也有聽我們 WeChat節目 這麼多集 聽完之後 我不是叫你賺 越煲越貶 我不是想問你 你覺得 譬如聽了這麼多工具 或者這些 你覺得會不會開始 改變了你 投資的心態 因為我們這麼多集 都是強調技術分析 我們不是聽號碼 我們可能看市場寬度 教你怎麼看 今天最多升多少的股份 譬如當時升的 原來跌的股份 跌的股份 多於升的股份 原來跌的成交量 大於升的成交量 原來這些是看彎市的轉角 你覺得在這十幾二十集裡面 有沒有得著 就是有沒有 令到你重現投資的信念 都有的 其實聽你們這麼說 其實要調整個人 理性一點整件事 什麼叫做買入位 什麼叫止蝕位 你輸多少一定要走 因為以前 譬如說我自己賭的時候 我自己賭的時候 輸的時候不認輸 之後他會升的 明明看日線圖的表 看月線也不是那麼壞 當然 因為再看月線 看月線才會覺得開心 安慰自己月線 還沒看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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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看年線圖 還沒死得住 年線圖 然後就死了 然後就死了 我想問大家觀眾 有沒有像阿斌哥這些經歷 記得要改一下 周振潔說 那要改了 好 起碼未來的歲月裡面 都可以考慮買回來 但我也建議你 其實我相信應該是 聽了我們又聽了 應該什麼時候買 應該什麼時候買 講了很多次了 轉角市買 什麼叫轉角市 大哥 看到有一個訊號 那些什麼 其實怎麼說 如果像你們這樣玩 我覺得你們是 不玩感情 只看圖表 沒有什麼行業 看回市場反應 因為市場表現 市場表現 怎麼看呢 就是在圖表上看到 跟到市 或跟到經濟周期 而表現到抗跌力強 就選那種 跟不到的 市又跌 經濟又跌 它又跌 抗跌力不行 就不選那種 所以圖表也有一個功用 就是它是一個紀錄 就是為什麼那時候 那些人 明明這種產品 或者這種股份 是應該有抗跌力 但是反應不到的 就是它自己本身有問題 因為行業有抗跌力 但是它的指間公司 在行業裡面做了差 或者它的行業模特兒是不行 變成了人家升 人家有抗跌 它抗不到跌 但是這些在圖表也看到 人家炒上去不跟 這是一個信號 就以剛才我講的制藥為例 剛才有一個叫做生物制藥 叫三身制藥 專門做抗癌病 醫癌病 醫血管病那間 其實它在急跌前 即大市跌前 其實它還有九元左右 我看一幅圖 十元左右 但它最低的都是一針插下去 7元左右已經彈 其實它跌的幅度不是太多 只有兩三成 但是當時很多股份是跌 四五成六七成的 而且它跌完之後 買上去的速度是很快的 其實有機會被你這樣夾進來 即一拖大市一跌 全部一扯下來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看到 這些很棒的當然就馬上有 這麼難得千載難逢的機會 有便宜貨買 那當然就跑進去買 所以這些股份 你也看到它跌得很快 對不對 還要創新高 上個星期 在一個公司裡面創新高 你一直明白這些 其實也是simple logic 也是common sense 在經過年中的大跌試之後 竟然可以短短兩三個月裡面 再創新高的 那就是告訴你 那些人買下去不是傻的 對不對 就是我們經常叫Dollar Vols 買下去就是投票 用錢投票 是吧 所以也證明到這件事情 剛才說得對 就是大家 其實在買賣裡面 首先 清楚一個大趨勢 譬如現在我們知道大趨勢 我們經常說 當美股 十年大趨勢 十年都是升的 起碼我們知道大趨勢是升的 但是中間跌當然會有 但是跌可能跌幾百點 一千幾百點 已經是人止步 那就是說 當它趁些跌的時候 我們就要買入了 那買入第二步要做呢 就是選一個行業 選哪個行業之後呢 接著我們就要選 那間龍頭公司 是吧 那等於買車 我當然買華臣 我當然買保馬 買那些 我沒有理由買吉利 是吧 不要玩了 那就是你要選公司 那選完公司之後呢 就看了覆圖 看了覆圖 你不值得買了 買完有沒有信號 要買人有信號 買完之後 然後再買 其實你的思路呢 是要經過剛才 我這個 一二三四五 你做完之後 你才有機會 才有機會贏 是不是 你的身機大一點 不一定一定贏 但起碼理性邏輯 這樣去做 所以經常都說 要做功課 其實就是做這些功課 就不是把報紙 把所有專家所說的 聽完所有的新聞 聽完所有的評論員所說的 然後拿的 我告訴大家 很多的評論員 都是拿大刊報告 甚至乎 大刊 中刊 是拿大刊報告來做中刊報告 告訴大家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所以你相信他 不能假授於別人 你一定要自己做功課 至於大行有時候都是 很隨便 其實你不用想很簡單 他有意圖 大行做的 simple logic 為什麼我要大行 我要花這麼多資源 去做份報告 去益你 要買股票贏錢 他跟你有親 鬼佬是最無情的 在你美國佬 哪有情的 他跟你有親嗎 有啊 都益了他的客人 但是為什麼有益完他的客人 為什麼把你的報告到處去派 跟你有親 剛才等於你 告訴你 20元 摩根士丹 你戴摩看20元有 對啊 20元他就不斷威脅給你 那你就跟他做 大家還記得嗎 還記得嗎 現在還記得嗎 還記得嗎 還有一些故事 當年 我認識幾間熟的行家投行 我告訴你 是 多少人買 我認識那些朋友 你知道嗎 你真的輸了少 他輸的錢是斷以億計的 買accumulator是輸以億計的 2007年那一陣 我不是說真的 但當accumulator出完之後 平復了一個市 去到2018 2009年 你猜出什麼呢 出Decumulator 什麼來的 不知道 雙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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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人收貨 出Decumulator 那個客人跟我說 這件可以 幾次追回了 出Decumulator 我買了Decumulator 我真的 Determinator 他出了Decumulator 差不多 是不是 所以呢 其實 什麼 股評人 什麼 那些 裁員演員 再加上 什麼 大刊報告 我跟你說 不要相信 大刊報告什麼可以相信 唯一 唯獨是他跟你做的 統計那些資料 那些數字 你都可以相信 因為他都是抄圍出來的 那些 準確性都挺高的 但是他的評論 那些就算了 你都要自己 用自己的邏輯 去解決 那就希望 就是 希望你重投回 這個投資市場 因為真的 就是你靠出份量 說一句 你是很難有小宇宙的 但是如果你 真的做得 其實很有趣的 你這一陣 成功了 譬如我加時間 譬如我不知道 可能買剛才那些 藥業股 接下來真的可以 給你賺到 一倍兩倍 可能你扔30萬 你真的兩年以後 有60萬 是吧 但是你記住 你要賺錢 又再給你一條貼書 你當時 你不要死 又出去 又買又買 聽你的苦 聽完 聽完 豪賭股 又說 去了科網股 去完科網股 我跟你說 你這樣是賺不到錢的 誰可以賺到錢呢 其實 又可以說 股神不菲就是賺到錢 但是股神不菲 你現在做不到 我也做不到 但是股神不菲 有一個最重要的點 是甚麼 就是買 and hold 是吧 隔日投資法 買了 and hold 你又出又入 又出又入 我告訴你 不要說輸差價 只是輸佣金輸死你 雖然佣金很少錢 是吧 但是不值得這樣做 你是應該看準 看對 然後推進去 又問了你的問題 當時你投資 又有豪賭股 同一時間 又有豪賭股 又有銀行股 又有科網股 又有阿滋阿滋 是不是這樣 是呀 這個死定了 這些是必死的 死亡徵狀 這些真是好 好值錢 因為原來死的人 就是這樣的徵狀 死以前就是這樣的 我看到了 你真的中了 你不多過三隻 我自己覺得 哪些人是要 我們讀財務讀投資 哪些人是要分散投資 正如一些大的基金 是不能輸的 那些家庭的信息 他一定要分散投資 什麼都要買 而且很大部分都是買 買剛才說的聯邦儲備局的債券 買一些美國國債 然後買一些中短期 三條A加的債券 一定會買那些 他會收兩三厘 沒錯 但那裡是幾十億 然後買股票 他一定是複製的 就是一定要買 Benchmark index 就是盡量的Portfolio 是貼近恒生指數的 因為他想 Beta Beta是10 to 1 就是想那個風險就是低 1到1 但是分散投資 就是複製的 其實放我們散戶 想要變氣法的人 是不需要的 你是應該買一至兩隻股票 是可以的就搞定 其實你的意思是 我譬如只有30萬一柱錢 我也是買三柱 其實你沒有三柱 應該是買一間公司 做多些工夫 最主要一筆錢 分兩柱三柱進 嗯 嗯 好明白 然後就後價位進 沒錯 第一柱 只是佈住他那一柱 是的 分兩柱 就是第一柱錢 你買了下跌下來 便宜了 但是大雲工有沒有變 便宜那麼多 你可以買第二柱 又或者你買完之後 爆了上去 嘩 嘩 勁抽我贏了 然後有另一個訊號 再叫你買入的時候 你就買第二柱 又或者選同類未動的 又或者 沒錯 那你就做一個sector 不要清停點水 不work的 這個 希望這個小小經驗 將來沒有重犯 好嗎 好了 還有一點時間 回答一些問題 我先問鄧老師 好 好了 有幾個朋友 有幾條問題 第一個就是 Steve 又是Steve 想問一下 對不起 Steve 很快地 看一看圖 因為 我們沒有看的 馬上回答不到你 純粹看圖 跌倒 麻煩 你們厲害的支柱 就是馬上回答 馬上回答 1 3 3 2 才已經不會回答 1 3 3 2 不英俊 1 3 3 2 最主要是短期 首先看大一點 大一點的 這隻東西最高7毫半 最低1毫半 最近反彈那些 第一件事 就是 訊號現在仍是下跌的 仍是出條綠線的 其實下面整個綠線 是不靚仔 雖然短期開始出一些 紅色訊號 在出制處線那裏 那裏 不靚仔 尤其是今天仍是出一些陰燭 陰燭 先前出一些長上影線的 轉向棍 尤其是射擊之聲 如果純粹用陰陽燭 就差一點 大老師 算不算三隻烏鴉 最後這三隻 其實我們不會 很少的 我很少用這樣看 三隻烏鴉 通常在浪的浪頂 那裏 去到最高那裏 我們才要去到三隻烏鴉 這些我們就不需要 刻意給它名字 這個升幅基本上已經是 無被人去 這些是射擊之聲 還有留意射擊升那裏 成交急增 很多貨在那裏扔出來 而整個trend 由那裏應該是五月開始 五月 一直是一個down trend 即是反彈無力 這裏其實簡單一點 都是一個下降趨勢來的 這些應該都應該是 都是一個平能通道的 但是這裏始終都是六線 以及趨勢處線都比較淡 MACD不用說 都是在下面零線以下 數卡石拿看著下面KD線 開始相交 不是一個好東西來的 那就小心一點 1332 跳快一點 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一隻1110 1110 這隻叫金活醫藥集團 金活也是純粹只看圖 先前叫你buy的訊號 剛好昨天叫你close了 這兩天就出了 今天出了一隻到垂頭 二五一七 hammer 明天可能會好一點 如果只看圖的話 近期出了一個雙頂 但是雙頂已經沒有了 再強烈一次 雙頂應該是棍拔棍的 應該是摺著的 今天這兩天都 一壓下來都被人買回上去 今天就出了一支 今天出了一支 希望這些陰陽燭 明天能夠幫你推高一點點 整體上 藥業股 因為我不知道這間是做什麼藥 我們剛才選選那些 金活醫藥究竟是零售還是個別 賣金桑子 但是如果你買了的話 其實這個起步怎樣 這些位置破 即過世這些位置破 你都會較腳 我再提到成家量的表現 大家會發現成家量不夠 是 它是升了那一支 有一堆成家湧進去 然後就全靜了 即使被你買中了 都未必走掉 如果你買多的話 只要你買一支 但是一支手你不夠被 RSI跌積50這些不看的 其實RSI不是這樣用的 都說過了 RSI如果是黏著20 是一個強的沽空訊號 以及之前是否一個trend 還是一個區間上落 現在很明顯好像在一個區間上落 你倒不如等RSI跌到二三十 你搏去Stocast在下面 向上反彈的時候 即是KD線 然後你便開始買一些 現在RSI其實沒有怎樣看的 因為我這裏沒有Bollinger Band 所以我就回答不到你 究竟保利加通道 貼著下線 如果是純粹用保利加通道那種theory去說 收穿通道是有回送壓力 這是真的 但其實只要兩條線是拆開的話 趨勢是繼續的 好了 最後一隻就是135 坤倫能源 坤倫能源當然不行 不用想 一眼看下去 基本上 均均跌了 明天再跌了 我都頗有信心 都頗危 都頗危 一直沿途綠色 我們先趨勢柱線 KD線 Cross了 糟糕 上一次Cross在這裏 上一次Cross在這裏 在這裏 電力跌很多 今次也Cross了 應該陰足再來 兩個半這些位置 自由可待 還有跌的時候看著 成交量不少的 每天都是 保持著沽的 預約驅增的 上面指數六線 不用想 暗淡 暗淡 喆喆 有什麼 淡倉是否可以持有 還可以再加淡倉 夾高就做淡 都是沒有變的 沒有變 OK 最後一條 EURO 快快回答EURO EURO EURO上次講過 EURO基本上 不穿我的這幅圖 這幅圖我都 上次說了 有一條一百天的MOOFING 一百天MOOFING 第一個關口 希望能頂到 還未穿 我不投降 因為我懶了 我講過了 申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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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買了又不是輸給我的 沒有關係 第二個 如果真的有破除了 一百天線 一百天線 一百一零六 穿了之外 你可能要避一避 最後一個位置 都是這樣說 就是這條大通道的阻力線 一百一二 不穿的 我是不會離場的 OK 搏一搏 接下來是禮拜三 凌晨 即是禮拜四凌晨 美國一架完避 希望可以扭轉到 美金最近期 美匯指數調整短期的隔運 好不好 OK 今天大致上是這麼多 星期四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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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